就在总统蔡英文前往台东 为参加南回铁路电气化通车仪式的活动之后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也在20号是来到了花莲 参加地方党部办理的120周年党庆活动 并且对民进党是重炮的回击 江启成批判蔡政府查人民水表 用司法的方式来办台湾的民主和言论的自由 希望人民要看清楚背离民意的政府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20号来到花莲 参加地方党部办理的126周年党庆的活动 首站先来到新城乡党部 江启成一到会闯向党部志工们打气 强调国民党就是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希望党员同志要以国民党创党126年为荣 对于医师苏伟硕改口莱猪的毒性 并只有摇头玩的四分之一 遭民进党炮空纸背书的国民党 要负连带责任 张启成重炮回批 重点不是苏医师说了什么 而是蔡政府对人民做了什么 是民进党用司法方式 是法办台湾的民主与言论自由 蔡政府一个拥有权力的政府 它对一个人民做了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显然民进党现在还搞不清楚 为什么民众反对政府用司法的方式 来没收人民的言论自由 因为民营党法办的不是苏医师 查水表的也不是只有苏医师 他是在查人民的水表 然后法办台湾的民主 还有言论自由 24号立法院将进行表决 攸关开放韩莱猪进口的9项行政命令 张启成呼吁所有立委投票时 请记得自己所背负的民意 要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 立法院委员行使职权 他该投票的时候他就投票 但是我们也呼吁 委员在投票的时候代表的是民意 不是你个人 所有的委员都应该去看一下 背后人民你背后的这些民众的想法 主张还有他们的担心 在你投下那一票的时候 你要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 而另外对于县长徐政卫 因为立委选举伪继 辅选先生傅昆琪 遭停权一年六个月一案 是否可能会缩短停权时间 江启成表示 作为国民党在花年的徐县长 看到他非常努力 但是这部分还是会尊重考机会的决定 也会尊重县长身为党员该有的权利 记者刘明生花年采访报道